在我身後這台白色的呢 就是都會型的小車FIT 它整個在外觀的部分 首先車頭一樣使用了大面積的鍍鉻飾條 在整個場位的周圍都有這樣子的設計 還有一些鋼琴烤器的部分 再來下方呢 它也有設計了一點像空氣力學的一個板件 這樣呢在車頭的感覺是比較精緻一點 再過來我們來看它車側的部分 在A柱的後方這裡呢有一塊三角窗 這可以在車內的時候減少一些A柱所帶來的視角 那整個車側的板件的設計呢 是使用比較銳利的線條 那往後的部分它還有一個 在視覺上可以帶來蠻大的運動感的一個文藝 再來往後的話 你看它的尾燈呢是整個連貫式的 雙邊的 那中間場位的部分 周圍還有一個黑色的設計 下方的話它並沒有排氣微管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它的空間 在空間的陳列上一向是HONDA的看家本領 所以讓你放一些東西呢都可以很靈活的運用 而且在椅背都可以做傾倒 那我們來看車內 做到FIT的車內呢 雖然它是一台小車但它不會給你廉價感 因為首先你可以看到這裡有盲點偵測的警示 再過來整個方向盤的後方也有換檔撥片 前方使用的是三元式的儀表板 上方有兩個冷氣的出風口 下面還有一個多媒體的螢幕 再往下的部分呢就是冷氣的操控等等的 還有一些支度的空間還有背架 排檔桿的後方呢就是傳統的手勢大車 還有一個小小應該可以讓你放鑰匙的空間 往後它有一個比較低的一個裝扶手 那打開之後呢空間上就是綿綿強強的 那它整個車裡看出去的視野呢其實相當的棒 整個視角呢也都因為透過這一些車窗的設計呢減少了許多 再過來我們來看它後座 前座位已經調整成我的標準坐姿 後座的話你可以看到西部空間超過三個拳頭 真的空間相當的大 頭部的話呢因為它有這個車頂的偷空呢 所以在頭部空間也超過一個拳頭 坐姿上的話因為它整個空間蠻寬敞的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壓迫感 那車窗的設計啊高度等等都恰如其分 裝扶手的話拉下來 它並沒有扶手的設計 它只有整個椅背的傾倒而已 那後座因為沒有冷氣出風口 所以就不方便一點 OK 閉著大概就這樣 看其他車吧